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來看看 這中共二十大落幕 七名政治局常委也亮相了 不過出乎外界意料的是胡錦濤的團派 包括了李克強跟汪洋被团滅 全部都換成了習近平的人馬 現在等於習家軍是全面佔據了權力核心 所以習皇帝現在可是大權一把抓 而這個迷之操作他是錢之情嗎 還是他根本就主導了這一切呢 我們看到這二十大閉幕式的這個會場上面 當時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就坐在習近平旁邊 可是卻被架出場了 也成為閉幕式上的驚嘆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外界看照片是不斷猜謎 不過今天網路出現了ABCC與記者拍到的照片 終於看清楚胡錦濤被架走前發生的那些事了 我們依照順序帶您來看 坐在習近平旁邊的是胡錦濤 哇這七十九歲白髮蒼蒼 垂垂老矣 他當時想要翻開桌上自己的紅色文件夾 結果被鄰座的栗戰書出手制止 那麼就來到第二張照片顯示栗戰書 他是用手壓住了胡錦濤的手 也想拿走這個紅色文件夾 但是胡錦濤看起來是不願意的 然後來到第三張照片就是習近平看到這一幕之後 好像就示意了一個人出來 這個人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孔紹遜 他就走上前來想要架走胡錦濤 而同一時間這個紅色文件夾已經移到栗戰書的面前了 那麼胡錦濤之後被架起之後 這份文件夾就被栗戰書拿在手上 而第四張照片就出現了另外一位工作人員 據說他是習近平的隨護 就站在胡錦濤的背後 然後看起來習近平側頭 對這個隨護下了一些什麼指令 然後胡錦濤就這麼被硬架起來 雙方僵持了一陣之後 胡錦濤被架離了現場 在離去之前 他對著這次已經退出領導班子的李克強 還輕拍了一下 但是這短短的過程一分鐘當中 卻從照片跟影像當中 看出了很多事情 而現在可以看得到這習大大的權力 可以說現在已經是一人之上 億萬人之上了 好 我們先將時間交還給主播